朋友们大家好 在家里待了十多天 没有出来拍视频 我还上午来了 我还咋的 大家好 现在我在同仁诗南这边的唐头镇 其实我这个下边呢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江 那么这儿呢 有电线杆往前面去啊 前面那儿呢 还有几户人家居住 而他们呢 只能是通过这个小道走过去 又或者呢 是往这个江边渡船出门啊 非常漂亮的几户人家 我们上一次来这里呢 用无人机拍了一下 今天呢过去探访一下 他们这几户人家呢 离公路并不远啊 我从那边公路走过来的 大概就是走个十分钟左右 就能够走到这几户人家 这个地方的环境呢 真的是非常漂亮 我的车呢 是停在这个山的后面 然后从这个山上穿过来的 穿过来呢 我们就到这边这几户人家居住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儿呢 好像是一个码头 我们上来看一看 这地方应该是一个码头啊 因为这个下边呢 放着五六艘船 这个呢是小船 那儿那艘船呢 好像还是一个客船 对吧 来来来看一下 是不是一个码头 确实是一个码头啊 这边有写任家湾渡口啊 封清任家湾渡口 那这边这个地方 以前呢可能是一个码头啊 也就是周边啊 周边可能好多人要坐船的 他有可能是走到这个地方来坐船 因为这儿呢 只有三四户人家啊 这个呢是一个客船啊 上边还写有这个现在三十人的这个字样 可见曾经这里应该是比较繁华的 对吧 那可以看到他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非常少的人过来啊 因为他这个门前呢 都用这个网给拦住的 可能是预防这些鸡呀鸭的 就是飞出来吧 对吧 那我怎么样进去呢 因为那边还有几家人 我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江边走过去啊 走吧 试一下吧 哇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漂亮了 碧绿的水 背靠青山 对吧 很漂亮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 说实话啊 特别羡慕这样的地方啊 我都希望有这么一个地方 可是很难啊 这个 河边让人也飘着一个船 然后看一下这边 非常美啊 我都挺羡慕有这么一个地方的 在吃饭了呢 嗯 没吃饭了 刷呀 哈哈 就你们这刷你们这看你环境好好哦 嗯 嗯 说在吃饭了 嗯 啊 真好碰到你们再吃饭哈哈哈哈 吃了对吗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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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用我坐下就行了坐下就行了坐下就行了因为我刚拆了你再来找我哎呦 有就是吃的哈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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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吃就行了 都是吃的嘞 真的吃了 吃了 嗯 正好碰到你们吃饭哈 哈哈 我吃了你们吃就行了 你看还真的还真的萝卜炖炖炖炖炖炖炖是不是 都是吃的嘛 吃了吃了吃了真的吃了你们这里有三家吧四家人哈 好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是是这叫吴家人 这叫吴家人 嗯 你们在里面是个码头啊 嗯 以前是个码头啊 以前是个码头啊 以前是个老码头 以前是个老码头 我们以前是个哪个嘛 主要通道 主要通道 哦 哦 你是从外边走路过来的这个 从外边走路过来 你这也只能走路过来啊 哈哈哈 吃了吧 我们这回就干肠啊 是吧 就是 二十月长了就不是被他剥 就是是 只能管一个船呢 那就行 如果是呢 如果是也长水了 走两个路都不行哈 哦 不行啊 那就坐船了 嗯 你们自己有船是吧 我自己有个船 有个农用船 有个有船 哦 发现农用船可以干肠 嗯 哎 有没有可能 有些人喜欢坐船刷的 你开去哪个逛啊 我拌的正数的 拌的正数的 哦 拌的航行的 拌个本本 拨就拿 从私人拨的老汉 不这么客气 哦 还要拌本本 如果拌本本 你只能自己用对吧 老人不行 哦 我自用出来 你管本人非常客气 这做个亲戚的上面都不行咯 我拌的水滴 哈哈哈哈 管你家人的蛋 啊 这个出来说 我拌 拌这个本本本的船是两个人的 你要装三个人不来行 哦 你哪装船呢只能装两个人呢 哦 有装两个人的 有装三个人的 有装五个人的 哦 就一个五个人的 哦 你们年纪都不大 应该没得了十岁了哈 差 差 差几个月 哈哈 哈哈哈哈 小孩子都在外面打工 嗯 你你你家有几个人呢 两个女儿 女儿结婚了 儿子 儿子觉得还没学习 哦 儿子是小那个 儿子是小那个 小吗 才20岁 20多点吗 可能 嗯 我这个路 就是这个路不通 整个女儿回来 好要是来看 尾不通 好那个人 老子 来坐这些地方嘛 呦 我跟你讲 你这个地方 谈些不是好谈得很 哪个呢 环境好的嘛 村门可以坐船的嘛 哈哈 真的呀 老车子了嘛 哈哈 哈哈哈哈 有车子就不要紧了 有车子你还不是 可以开到对面啊 你坐船过去就行了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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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也得会 他也得会找到 因为有很多人 会喜欢这种地方 嗯 你看后面有山 前面有水 村门又可以坐船 激动啊呀 不是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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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可以坐船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等一来这里坐起来 现在就没得那样的 受着的是吧 嗯 嗯 就以前可以 坐船的时候 还可以有点受的哈 坐船 坐船有点修重了 这种 从船里不来 不去坐了 嗯 现在这个又挂在这个镇上 使你进入去 鱼也就不学搞了 哦 现在是不准打鱼 船也开不到 哦 就 就顺着就没了 修着了 那家伙说你要给扮个船的正乱好扮没 船的正乱是好扮 那你为了要不要扮个了 扮 扮的哟 哦 你扮的哟 那就可以跑船上 没人装的 你说你这套好安逸吗 坐在把子就可以欣赏到这个满江水 真的呀 好多人想找这种地方找不到 尤其在住在城市里外些人 在家门口就可以见到这个漂亮的风景 啊 走了朋友们 你们说这个地方漂不漂亮吧 满江绿油油的水 然后他们呢是 五家人 四栋房子呢 就是住在这个江边 下边呢放了好几艘的船 特别遗憾的是 我准备让 大叔 开着船 带我来转一转 但他说是不行的 他们自己村民干活 或者说赶集 是可以开自己的农用船 去进行通航的 但是拉人是不行的 也可以看得出来 大叔他们的这个安全意识 是非常非常的高啊 那我呢 也只能就此作罢了 特别羡慕 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啊 只不过呢 听大叔说他们现在好像没有多少收入啊 就是以前的话可以靠渡人过江 还有就是打鱼 可以有一部分的收入 但是 进渔期开始之后 然后这个 轮渡呢好像也 不能渡人了 所以他们 没有多少收入啊 现在 也比较清闲 我们下期间 我们下期间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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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